非得要瘋狂砍价不可了吗 您看现在最新的报价 中国丰田限时杀风大降价 COROLA四门不到台币36万元 什么COROLA轿车 是不到8万块钱人民币 SUV大概也是10万有涨 都是这样的价钱了 怎么一下子砍这么多 中国大陆现在我们常讲的双B 大陆这样BBA也降价 所以我网友就说 再不努力就只能够开BBA了 怎么变成这种负面的词了呢 因为你看宝马说原本标35.39万 现在17.95万可拿下Benz的这个车 说可以优惠到16万元左右的 Aldi的也有20万左右的 这个偏偏都是在这个时候 一直杀一直砍 所以也有人就在问 那你之前那个价钱是赚我们多少 所以汽车真的叫暴利 在台湾买一部宝马车 起码300多万台币 对不对 所以Aldi也是一样 都是两三百万起跳了 现在跌成这个样子 跌成这个价钱 像日本COROLA 还比不上买一部重机了 汽车都比它贵了 Ducati都要六十几万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中国的电动车厂牌太多了 内卷杀 因为电动车它里面基建要比 油电车要简单多了 所以它的成本就比较低 再加上一杀价内卷 电动车的竞争价钱太好了 第二个日本车 日本车上次发生的这个 伪造的数据资料 造成生育打得很惨 你造假嘛 以前大家对日本车印象还不错了 结果它的防创的这个系数也差 刹车的问题也有问题 这牵涉到人面安全的 所以日本车这是跌得很惨 第一个是电动车对它的比价 对不对 第二个电动车的性能比又比你高 第三个它的底价比你低 你又不争取自己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你日本车前途真的是没有了 以前日本车是全世界销量第一的 这次可能就不行了 撑不住了 压力很大 你那些错误的车子要不要招回来回修 所以是不是也就因为这样 就日本现在其实还反而想要 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合作呢 活不下去了 真的就是活不下去了 然后欧洲现在态度 其实你看欧盟现在要求中国企业要干嘛 提供电池配方 说你把电池的配方交出来才行 然后还说到你每项主要原材料 使用多少量要告诉我 除了这些数据还要求提供什么 五年产能产量固定资产清单 未来有多大的新增产能计划 多少人力啊 多少设备啦 欧盟所有客户新民联络方式 什么等等续细迷遗 他都要耶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留给人家 这不是商业机密吗 就像话嘛 你到馆子吃饭 厨子你要把你的秘方要告诉我 你的酱料要给我 你的材料要给我 那他就说你开店好了 所以这东西亏他有脸讲得出来 今天你给汽车关税 关啊 你关啊 但是你要坐电动车 你要买我的电池啊 电池你要自己坐 你要买我的离矿啊 这些东西一条链都在中国手上 你说欧洲这个小院高墙的 这个汽车关税能撑多久 撑不了多久的 你看德国就很聪明了 我的宝马就半价卖了 早知道我们直线了就买好了 对不对 所有德国的名牌 我这次到中国大陆啊 一看宝马是有钱商人做的 奥地是听副组长官员做的 那个Voxwagon的那个是 这个下面的公务机关做的 这个德国车在 在中国大陆很普遍啊 是 这样怎么混啊 是 所以现在你看 他们的压力真大 就逼中国交出商业机密来了 这是这种竞争的方式吗 来但丽将军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俄国的领导人普丁 到了朝鲜跟金正恩见了面 双方已经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遭受侵略时将相互援助的意思 而他们两位互送礼物 普丁还送金正恩一辆俄罗斯 说是豪车 那我记得 二月的时候不是才送过吗 没有 这次就二月说的 就二月就送给他 那这次普京到朝鲜来访问 他是把他自己的座车运过来 他用运输机送过来 我跟你讲 其实国家元首出访 都是用自己的座车 他不会坐对方国家的车 拜登出国去欧洲去访问干嘛 他不是光车子带过去 他连直升机都带过去 他是用运输机把他直升机带过去 所以这辆车 他们两个坐在一起 这辆车是普京的 然后他上次送给阿鲁斯 这车好像叫阿鲁斯吧 中文我们 那是这个金正恩 那时候是二月份送给他的那辆 所以这辆是普京自己的车 那他们两个 可良好 我们很少看到说是国家元首访问 说两个人挤在一部车里面 在车子里面还把西装外套脱掉 我们看到普京还把西装外套脱掉 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是 这个战略关系是叫什么呢 战无不胜的战略关系 那普京讲的 这是普京去跟金正恩访问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讲说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他们叫做战无不胜的 一个战略伙伴关系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亲密到什么程度 那亲密到这种程度 这当然是互有所居 这个俄罗斯来讲的话 希望说北韩提供给他炮弹 那北韩也确实有这么多的炮弹 因为他本来就是大炮兵主义的国家 他有上千本的火炮 所以他炮弹很多提供给俄罗斯没关系 那他希望俄罗斯提供给他的 包括到火箭啊导航啊卫星啊 还有粮食 因为他现在缺粮食 提供给他这些关系 他反正这两个国家都被美国制裁了嘛 所以他们就无所谓了 我们就公然的这种和在一起合作 对不对 普丁把车送给他 就是不甩美国制裁 对对对 这件事了 就是战无不慎嘛 他们已经讲到这种关系 你就知道说从这句话 就可以了解到这次普京去 对不对 跟这个金正恩来讲的话 这种关系将来这两个国家 会有多亲密的结合 而且互相互补长短哦 这东西你不要小觑哦 这东西互补长短 对美国来讲压力确实是很大的 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购618狂欢年终器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多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